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8月28號調整了科技出口管制規定 擴大對技術出口的限制 這使得正在進行中的TikTok出售案再添變數 據報導 這份由中共商務部與科技部 發布的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 增加了23項限制類的條目 並對21項條目的控制要點和技術參數進行了修改 新增限制的項目包括根據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 互動技術的個人信息推播服務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30號晚間表示 已經注意到了相關的公告 將嚴格遵守相關法規處理技術出口的業務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以威脅國安為由 要求字節跳動分析TikTok美國業務 美國公司微軟和甲骨文都有意收購 字節跳動最新的聲明顯示 如果要出售TikTok美國業務 必須獲得中共有關部門的技術出口許可 有網友質疑說 既然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條令 可以點名宣稱對TikTok有效 那麼TikTok早先憑什麼宣稱 自己不受國內言論管制法律的約束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奇 在中共的嚴厲反對聲中 8月30號率領著89人團隊訪問台灣 當天上午已經抵達桃園機場 據報導 捷克大陣仗的參訪團 包括7名參議員和36家企業代表 他們將在臺灣訪問6天 期間維特奇將分別在政治大學和立法院 發表演說 並與總統蔡英文立法院長尤錫坤 外交部長吳釗燮 衛福部長陳時中等人會面 參訪團同時也將參訪洪基、核庫銀等企業 維特奇出發前對媒體表示 這次出訪臺灣的目的是捍衛自由和民主 他特別強調 不管他人同意與否 絕不能當別人的奴隸或者是僕從 他並期待此行能夠幫助捷克振興經濟 今年6月中印邊境爆發的流血衝突 中共一直不提中方的死傷情況 8月27號 一張疑似在衝突中死亡的 中方士兵的墓碑照片在網上流傳 編文顯示 死者是19歲的士兵陳祥榮 福建平南人 生前在69.316部隊服役 今年6月死於對印邊防鬥爭 墓碑為中共南疆軍區今年8月所立 照片顯示墓地簡陋與印度為死亡士兵 舉行國葬形成對比 引發大陸網友的批評 另有網友貼圖說 他被要求刪除所發照片 對方說 事件關係到中共的國家安全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